美國小企業管理局表示 從4月3日開始 凡是500名雇員以下的企業都可以申請此次聯邦援助性貸款 最大貸款額1000萬美元 貸款利率0.5% 還款期限為兩年 先到先得 貸款企業必須證明經營受到疫情的影響 且滿足2月15日之前就以運營的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 自收款之日起的前8個星期內 企業使用該資金 用於支付員工薪水 房租和水電費所使用的貸款可以不必歸還 但借貸人需要提交減免申請文件 並且保證貸款後沒有裁員 減薪幅度不超過25% 另外 小企業管理局SBA也提供其他種類的貸款 如低息災難流動資金貸款 每一個家公司如果你可以申請高達200萬 但是不是說你每一家公司都要申請200萬 就看你的公司的大小和你的需求 此外 小企業也可以申請洛杉磯小企業緊急小額貸款 太平洋亞洲財團就業商業發展中心表示 可以專門為小企業提供指導 每一個小型企業可以申請高達2萬塊錢的小額貸款 我們希望在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伸出我們的玩手幫助他們 有貸款需求的小企業可以與商業發展中心聯繫 新唐人記者楊洋 洛杉磯采訪報導 ます let's talk to the children 及 sta了 快搬 of 感谢观看